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章第三节 建造师注册职业制度 那么这个内容跟大家都很相关 你们会很关注 我努力了这么多个月 明年要考试 然后通过了 那么这时候就牵着到你要干嘛 你要注册 对不对 我们考证不可能拿个本本放自己手里面 然后欣赏欣赏 然后再乐一乐 那叫傻乐 那没有任何用 真正体现这个证书的价值 你是要通过注册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 考试之后注册 那么它分为这么几类 首先我们来看初始注册 顾名思义 就是首次的注册 第一次就去注册了 我们取得证以后第一次注册 那么叫初始注册 它有什么条件呢 四个条件 第一个 考试合格 取得资格证书 那这肯定你做到了 因为你有证你才会想这个注册的事 第二个你得受评于一个相关单位 为什么呢 说我个人我拿证去去建委注册 行不行啊 不行 因为这个注册一定是你的聘用单位去提出申请 你自然而然不可以 所以你得受评于一个相关单位 那么第三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这个有前提 说有效期 你从你发证开始三年内你要注册 你三年内没注册 你就得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通过了 你就可以再注册了 所以说他把这个达到继续教育要求也放在这里 第四点 没有不予注册的情况 一会我们再说什么情况下不予注册 比如你违法了 那肯定不能注册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初始注册的具备的条件 特别大家注意的是 不是拿了本就能注册 你这个至少要了解一下 你得企业去提出申请 你得有一个聘用单位 好了 我们来看扩户二 那么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 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 那么由聘用单位提出注册申请 不是我们个人 并可以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竹房程庄建设主管部门来提交申请材料 好了 我们谁提向谁提要掌握 聘用单位提向哪提呢 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级的建设型主管部门 这不是上县驻建委 住房程庄建设主管部门 也不是市 这要直接找省级的建设厅去提交资料 那么国务院住房程庄建设主管部门来审批 也就是说省级的这个建委要把材料再去递到国务院住建部 由他来审批 那么初始注册的有效期 自资格证书签发至起三年内要提出申请 逾期未申请了 那么这时候要符合基于教育 你达到基于教育了 这时候可以申请初始注册 除了初始注册 我们再看延续注册 还有变更注册和增向注册 那么什么叫延续注册 那么这里我张三取得证书了 比如说2020年也就是明天1月1号 他取得了自治证书 于是乎他注册到了他朋友的A公司 那么注册在A公司 于这天注册的 有效期三年 所以应该是2023年的 对吧 1月1号 这时候或者叫 应该是 1月1号就算三年有效期 那么注册有效期满继续职业的 还想注册 那么这时候就要延续注册了 这时候有效期满前30日 按照规定申请延续注册 那么又有效期在三年 所以就是我还在A企业再继续注册 这叫延续注册 也就不是第一次了 第二次叫延续 那么什么叫变更注册呢 注册建造是变更聘用企业 说张三跟A公司合作关系越来越不好 于是乎他跳槽到了B企业 什么时候跳槽呢 注册满一年 也就是2021年的1月1号就跳槽了 那么这时候应当与新聘用企业签订合同后 一个月内通过新聘用企业申请办理变更注册 谁办理呢 B企业 新聘用企业是B企业 也就是说他来办理变更注册 因变更注册申报不及时 影响注册建造师职业 导致工程项目出现损失的 由注册建造师所在聘用企业 也就是新聘用企业来承担责任 并作为不良行为记录 记录信用档案 时间签合同后 一个月 办理变更注册 那么聘用企业与注册建造师解除劳动关系的 应当及时申请 办理 注销注册 及变更注册 什么意思呢 咱们退回来 那我跳槽到了B企业 那这个张三跟A企业肯定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跟他来讲呢 怎么样 如果没有注册在B企业 那么我就不想在A企业干了 那么这叫注销 如果我跳槽到B企业了 这叫变更 没有到B企业 这叫什么呢 注销 所以大家呢 要把这个注销注册和变更注册呢 把它区分开 好 我们再往下 那么聘用企业与注册建造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 无故不办理注销注册 变更注册的 注册建造师可向省这个监事主管部门申请注销 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 看看还是省级的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这个注册这件事来讲 直接对口的政府部门 那是省监事厅 好 我们来做这道题 加为某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取得意见造师资格证书后 正确的做法是 很简单 我或你明年考证以后 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学校干活 那这个时候你得辞职了 那这个时候呢 要受聘于一个 可以受聘于注册于一个勘察单位 施工单位都可以 但你必须得辞职 辞职后 A选项说不辞职 C选项不辞职 这都不可以的 那么假辞职只能受聘于一个施工企业 不是只能 不一定非得在施工企业 你可以在勘察设计都可以 所以这个D也是错的 正确答案是B 那么刚才有同学问 说这个 从A跳槽到B企业 这个在A企业注册 一年以后到了B企业 那么这时候呢 它的有效期是继续计算的 因为你一注册以后 其实三年 所以在B企业还有两年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注册有效期是继续计算的 也就是说在B企业工作两年以后 那么有效期到期 我还想跟B企业合作 那么这时候呢 再去申请什么呢 申请延续注册 那么再三 延续注册以后 有效期再延期三年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跳槽了 有效期是继续计算的 好 我们再做一题 关于一件事注册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个题很简单 好 大家选得很好 正确答案 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吧 是吧 说取得证书 即可注册 这不行 你得受评于一个企业 C选项 初始注册 说这个三年没有提 未按照未按期申请 这不是不予注册 是继续教育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C也不对 D错在了人事部门 人事部门才不管这些事呢 注册得找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A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说一说这个不予注册 和注册证书的失效 注销 那么这个内容呢 大家还是要看一看的啊 近五年还是考了两年的 建议大家做掌握啊 当然你说你了解了解也行 至少得了解吧 什么情况下你就不能注册了 所以呢 大家你看明年你取证以后 你要保护好自己 对吧 你得身心健康 你才能去注册 才能才能去走上这个光明大道 你如果不保证自己有健康 对吧 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 那你这个证件有了 但你也不能继续注册了 所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一定是要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如果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 别想注册了啊 那么申请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注册 那你是想的美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注册信息和你的批用单位是挂钩的 你的证书编号都是挂钩的 都是在平台数据库里面 所以你不可能在两个单位注册 这是不允许的 继续教育没通过 那我只能怀疑你怎么通过的建造师啊 那么建造师的考试要远远难于继续教育 而且现在呢 实际上已经一级教师已经不继续教育了 但是教材没有改啊 你要知道还要继续教育这个事 所以呢 这是不予注册的 第四 违反刑法了 承担刑事责任 想一想管制拘役有期无期死刑 附加刑有什么呢 对吧 附加刑罚金 对不对 没收财产 驱逐出境 剥夺政治权利 这是我在第一章最后一节讲的 那么受刑了 还未执行完毕 你就说 张三违法了 受到刑罚了 判了三年 还没有出办法 还在关着 那你肯定不能注册 这四个比较好理解 五和六 大家要重点来对比 第五 我们看到了 说因职业活动 如强令贪人冒险作业 职业活动 受到刑事处罚 哎 这里再举一反三一下 我强令他人冒险作业了 然后导致了人员的死亡 这叫职业活动 然后我是什么罪啊 安全生产罪 没有这个罪啊 罪说的是我们刑事责任里面 常见的罪行有四个 一个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一个是重大责任事故罪 一个是劳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还有一个串通投标罪 强令他人冒险作业 这是人的责任 所以是重大责任事故罪 复习一下啊 复习一下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 强令他人冒险作业 这是我第一章 最后一节讲的内容 那么要判处 重大责任事故罪 好了 那么这时候这个项目经理 或者说这个刑罚的主体啊 受刑的主体 那么他要被关进去啊 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致申请注册之日指不满五年 什么意思 执行完毕 意味着这个人从服刑满 从监狱里出来了 然后再等五年才能注册 所以我叫他什么呢 大家跟我一起来记啊 所以扩乎五说的是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刑期加五年 对不对 首先我得服刑完毕 然后再加五年 我才能注册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时间长短啊 刑期加五年 好 对应我们看扩乎六 因钱款规定以外的原因 我扩乎了一下 教材没有啊 写的扩乎非职业活动 也就是说我管理工程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强行他冒险作业 哎 那这时候我怎么还判行了呢 我这个项目的人呢 我晚上我经常打打麻将 这打麻将呢 就就就哎 就一堵就堵的有点大 然后就被附近的军民给举报了 这个 叫非职业活动犯罪 那比如赌博 剧动赌博被抓了 那这个时候叫非职业活动犯罪啊 前面叫职业活动 这叫非职业活动 自刑事处罚 决定之日起 至申请注册之日纸 不满三年 好了 看我下边这个时间轴 你看 从决定做出 对不对 那么开始计算 三年 所以我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叫他什么呢 叫 刑期 或三年 然后 以偿的为准 刑期或三年 以偿的为准 你看啊 这里 从决定之日起 至申请注册之日纸 布满三年 那就是说 从决定做出 我要等三年 好了 那至少得三年吧 对吧 那刑期 比如说我就判了 赌博 我就判一年 或者就拘役我六个月 那这个时候 六个月和三年 哪个长啊 那肯定按照这条 决定之日起 至申请注册之日 不满三年 那肯定是三年啊 所以三年 我要等三年 我才能注册 所以这叫六个月 或三年 那肯定是三年 好了 那么如果说非职业活动 判了五年 那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说刑期或五年 以偿的为准 那肯定是以刑期为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边说到了 上边说到了 要刑事处罚执行完毕 刑事处罚 一下判五年 那就按五年说呗 对不对 那五年已经高过三年了 那肯定是等我 从这个监狱里出来 那从这个时候 我可以注册 所以呢 上边是刑期加五年 后面是刑期或三年 以偿的为准 大家呢 把这两个一定要对比看 对比一下 这是五年三年 它的时间不一样 起算节点也不一样 一个是 处罚决定 一个是 执行完毕 这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画这个图 你不要认为都是处罚决定 刑事 这个刑事责任里面职业活动的 是执行完毕 才起算五年 好 我们再往后 那么被吊销注册证书 自 处罚决定 知识起 申请注册 知识 不满两年 你看到五三二 对吧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实际上说的是五年 三年 还有 是吧 两年 这你可以一起来 把它掌握 在申请注册 知识前 三年内 担任项目经理期间 所负责项目 发生过重大 危险 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 那这个 你在职业期间 有这个重大的安全事故的 那么三年内 是不能注册了 这个申请注册之前 三年内 就别想再注册了 那么申请人的聘用单位 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 你的这个聘用单位不行 这就不说了 年龄超过65岁 所以分到这儿呢 给正好给大家也算一算 我不知道大家的平均年龄 都是多少 咱们暂定 三十岁 当然有可能 你比三十岁要大一些 当然有可能 你还没有三十岁 那么就按照三十岁 考建造师 你三十岁的时候 取得了一建造师的证书 你就知道 那我得从三十一岁开始注册 注册到六十五岁 我能注册多少年 是吧 六十五减三十 我能注册 三十五年 对吧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 你的证书的价值 你注册在一个单位 每年能因为证书的注册 能够获得多少收入啊 一年五万 那你得考什么专业呀 三到五万 一万两万 好好好 都有啊 一到五万都有 那你看你考的证书的价值了 对吧 你考个矿业 那肯定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你考个建筑 建筑可能市场价值 因为这个本比较多啊 那可能市场价格就低一些 咱们暂定一下啊 每年两万 不管什么专业啊 平均每年两万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哎 我三十五年 我每年两万 多少钱呢 七十万 是吧 为什么你考建导师呢 啊 你一年一年一年 也就是到你不能注册 你能拿七十万 这还是算的平均收入啊 算一平均年龄 你二比三十岁 还小 那你越早拿就越多 咱们教材 法规是 一九版教材啊 就说现在这版是三百八十一页 我大致的找管理老师啊 找专业课老师 找经济老师问了一下 基本上咱们的教材加起来啊 应该在一千四百页 一千四百页的教材 这个能除吧 七十万除一千四 你们算一算啊 我数学不行 五百对吧 对不对 五百元 行啊 初略概算五百元 什么意义呢 从今年开始 你每天 不管你看哪个科目的书 教材 翻书 就像书前一样 每翻一页书 你就五百块 啊 所以你就问自己 今天 你读书了吗 对吧 你就算一算 今天你的收入是多少钱 这样你学习起来就有动力了啊 所以呢 为什么算这个呢 主要是让你记住啊 你离六十五岁还有多少年 你能够获得多少收益 你的这个每页书的价值就越来越高了啊 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啊 为了让大家呢 更有动力的去学习 好了 那么回到我们的正题啊 回到我们正题 那么不许注册 我讲了这么多种 前几种呢 你都不用记 完全不用记的啊 真正用记的 实际上五和六 我刚才已经给你区分了 什么情况下是职业活动 什么叫非职业活动 对吧 刑期加五年 刑期或三年以常理为准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实际上把七八看一看就OK了啊 啊 就OK了 那么吊销执照的两年不能注册 吊销注册证书啊 那么申请注册支持纸 不满两年的就不能注册 好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看注册建造师有下立行星之一的 其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的失效啊 那什么情况下 我的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就失效了啊 先说一下 注册证书可不是你手上拿的职业资格证 这是两个东西啊 你拿这个职业资格证到单位 他拿着你的资料去省级建设 建设性主管部门注册之后 会有这个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啊 不是你手上职业资格证啊 那么我们看什么时候失效呢 前三个大家看 都是聘用单位的 聘用单位破产 聘用单位吊销 你也知道聘用单位吊销或者撤销资质 我们叫他什么呢 啊 我们叫他 我们叫单位死了啊 没执照了 没资质了 或者你不愿意说死了 你就要没了也行 叫单位死了 那么看看 第四点 一语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关系 好了 你跟单位之间解聘了 那么我们叫他什么呢 叫关系没了 对吧 你们都没关系了 那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用呢 对吧 职业印章写的你的名 写的单位的名称 这章是都有 你都跟单位没关系了 这个章自然也就没意义了啊 五六七 我们看 有效期 满了 未延续注册 那么这叫什么呀 有效期 我就不写了啊 这是写后面两个字 有效期到了 第六和第七 年龄超过65岁 死亡或者不具备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那我们叫他什么呢 叫超过65岁 老了 死亡 死了 建造师死了 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傻了 所以呢 归结起来这个支点很简单 要么你注册申请的主体单位没了 单位死了 要么你和单位的关系没了 要么有效期到了 要么是建造师老了 死了 傻了 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导致 我们说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失效 很简单 这个内容呢 大家简单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做19年的题目 19年考了建造师不予注册的说法 正确的是 不予注册 这个其实很简单了 对吧 65岁 对吧 被吊销注册证书 这不是三年 两年 然后 因职业活动之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 就是非职业活动 那么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 起至申请注册 这只不满五年 实际上 这个A应该怎么改 因职业活动 把这后边这个 之外删掉 因职业活动的原因受刑事处罚 就对了 那么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 开始计算五年才能注册 所以这个A是错的 正确答案应当选D 下列情形中不予注册的 再看看一五年 近五年考了两年了 说前某取得自治证书 三年后申请注册 这个是不是不予注册的情况 三年后当然可以申请注册 只要继续教育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A不能选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这个不能了 孙某与原批用解除 劳动官以后申请变更注册 这个不是不予注册的 周某申请在两个单位 分别注册 这个不予注册 年龄已满60岁 这没老呢 还有五年 所以这个正确答案是B和D 好 那么刚才说的是不予注册 下面看一看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失效 想一想刚才我讲的 单位没了 对吧 有效期到了关系没了 建造师死了老了傻了 有没有 关系对吧 年龄60岁没有 单位重组改制没有 有效期未申请延期 死亡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A D和E 好 那么一级建造师的积蓄教育 这个时间 大家看一遍就可以了 有兴趣加下课自己看一看 最少120学识 那么这个必修60 选修60 所以加起来是120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专业 就是你增向了 那这时候呢 每增加一个是增加60学识 每增加一个专业 还要参加所增加专业60学识 你就知道120 简单知道就可以 那么2033 建造师的受聘单位和职业岗位范围 那么受聘单位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不仅限于施工企业 还有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 都可以 经注册后 从事相应的职业活动 也就是你看我们的证件 一取证之后 你的选择性很多 那么 那么一级建造师的职业范围 那大家知道是全国职业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支点 不会考到 但你知道是全国职业 什么意思 什么叫全国职业 就你在任何一个省考的建造师 你都可以注册在其他省份的建筑业企业 都可以 这叫做全国职业 比如说二级 那现在政策呢 还没有说全国职业 对吧 你哪个省考取的 你就在哪个省去注册 所以这两个也有区别的 然后可以担任特一级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的项目经理 这是一个岗位 你有这个证 你才能担任项目经理 那么重点来了 我们看括弧三 这是一个高频考点 也是我们今天讲课呢 为数不多的高频考点 大家重点掌握 不得同时担任两个 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发生夏立青之一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项目经理 我叫他一人管理多个项目 那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和建造师 他也是一为一的关系 也不可能说一个人管多个项目 但是这里说的除外情况要求大家做掌握 就什么情况下需要一个人管理多个项目 或者可以一个项目经理管多个项目呢 下边括弧一二三 大家把它掌握 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五公里的路 市政工程修路 那么把它分成五份 分成五份 这时候发包人呢 把它分成五份 那么这时候去发包 也就是五个标 其中呢 这个甲公司 他呢去投标了 五个标都投了 结果他中标了 中的是什么呢 中的是一标和二标 把这个两个标中了 那这个甲公司的项目经理 张三 他可以一个人管理两个项目 因为两个标 两个施工合同 这就算 什么呀 相邻分段发包 同一工程 但实际上是两个 是两个标 对不对 两个标 所以叫相邻分段发包 这个是我们说的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地点一样 施工地点是挨着的 这张三不用从北京 再到上海 再到广州 他只要一个地点 二一个呢 我们说这种相邻分段发包呢 我们说在这个衔接点 比如说这个三标 是已公司的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 肯定要对接的 对吧 修路 要进行核对数据 对吧 要测量 否则的话呢 就穿了袖子 高差出现问题 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一个人管这两个标呢 他能够更好的统筹 所以你看 什么叫做同一工程 相邻分段发包 大家要知道 那么他是可以由一个项目经理来管的 或者分期施工 这个很简单了 一个小区一二三期 一年干一期 当然都可以由一个张三来管 合同约定的工程 验收合格的 那这活都验收合格了 这个项目经理自然不用在这个工程上 再费多余的精力 可以到另外一个工程去 去进行项目管理 第三 大家特别要注意啊 那么这里没有废话 因为非城邦邦原因 这是一个前置条件 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一百二天 这是第二个条件 停工一百二天 还得要甲方同意 经建设单位同意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 一人管多个项目 那你不能让我这个假公司的张三项目经理 这个人才就这么放着 对不对 又不是我停的工 停工又超过四个月 让我张三无所事事的 那我肯定要把合理的人才要利用起来 那这时候张三可以到另外一个工程去职业 啊 叫一人管多项目 好 我们来做一道题 什么情况 可以 担任 啊 两个以上建设工程师 工项目不责任的情况 当然这题考的是不得担任啊 不得担任 你就反过来看呗 对吧 什么情况下可以担任 相邻分段发包啊 一标和三标就不行了 就不是相邻了啊 提交聚工验收报告 这也没有吧 得聚工验收合格 提交报告不行啊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应该选D 其他都是没问题的 好 再来一题 这个题很简单啊 某市 某市政工程由于政府部门规划调整 导致该工程停工达一年之久 施工企业 你让该工程的项目经理贾担任 其他市政工程的项目经理 啊 根据相关规定 关于贾认知的说法 正确的事 那要把它换 换地方更换了 对吧 啊 那这个题呢 是我们下面要要说到的啊 首先得贾方同意 啊 贾方同意 那么这个时候 贾可以同时担任两个以上 担任该项目的项目经理 你看 导致该工程停工一年之久 够不够一百二天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贾方同意就可以了 对吧 需要建设单位同意 非乘破范原因 停工一百二天以上 那么这时候可以 一人管多项目 正确答案是B 好 再往下括弧四 这里说的是更换项目负责任的情况 和刚刚我们讲的一人管多项目呢 大家会区分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考试王老命题的时候 会把这两个更换项目经理 和刚刚讲到的一人管多个项目 这两个知识点来混在一起考你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两个知识体系你别混 你要把它都梳理清楚 我们说项目经理原则上是不得更换的 但是有特殊情况也可以 那么发生下列情形的要书面交接 手续办理完了 更换项目负责任 那么下面这半括弧一二三 是可以更换项目负责任的情况 发包方与注册建造师受命企业 一解除承包合同 你想一想 甲公司和甲方 甲公司和甲方已经解除合同了 那么这时候甲公司的张三项目经理 自然也不会在 这个业主的这个工程上继续在工作了 因为债的关系没有了 一解除承包合同 那就不用再对他与行什么义务了 对不对 那么发包方同意更换项目负责任 甲方同意也可以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 必须更换项目负责任 比如说工作期间发生不可抗力 这个项目经理被砖块砸中了头部 傻了 这种情况下只能更换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三种情况是更换项目经理的情况 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三种情况 同意工程 对吧 相邻分担发包 分析施工 那个说的是一人管多项目的情况 那么三三 大家要把它区分开 变更项目负责人的企业应当 与项目负责人变更五个工作日 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进行网上变更 这是属于变更手续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 什么情况下可以变更 另外变更到另外一个企业 变更项目负责人的情况 对吧 很简单啊 发包方同意更换项目负责人 甲方同意就可以换 正确答案应当选B 关于建造师职业范围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担任两个 及以上建设工程 施工项目负责人 项目均为小型工程施工项目的除外 那么这个除外情况对不对 肯定不是的 除外情况里没有这个后半句 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 期间 受骗单位同意可以变更吗 应该是甲方建设单位同意 发包人与注册建造师受骗企业 已解除承包合同的 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后 可以变更施工项目负责人 对的 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100天 注册建造师可同时担任另一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这里少了半句话 是吧 建设单位同意 所以三个条件 非承包方原因 停工120天还得甲方同意 就可以一人管多项目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当选C 2034 建造师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这个大家呢 把我这个标栏的字体 简单画一画 在教材上或者讲义上 非常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其中接受基于教育 这个大家要知道 它既是建造师的权利 又是建造师的义务 这一项 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其他的你都简单看一看就可以了 不用太怎么记 使用注册论书职业印章 你注册了 这章得你用 对吧 该签字得签字 加盖职业印章 这都是你的权利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义务 那么义务 扩顾四 同样也是接受基于教育 努力提高职业水平 你还有哪些义务啊 比如说你保守秘密 这个一看就是义务 如果发现了有厉害关于人的 你应该主动的回避 这是你的义务 保证你的成果质量 执行相关的标准规范 遵守法律法规 恪守职业道德 这些简单看一看就可以了 那么主要大家知道是 教育这件事情也是义务 也是权利 好 我们再往下 那么什么情况下 需要建造师要盖章 也就是说以后你们考了建造师 你们当了项目经理 那么什么文件你要盖章呢 施工的管理文件 还有这个质量合格文件 必须有注册建造师的签字改账 就我下边这个图 施工管理文件 质量合格文件 建造师要签字改账 那么如果是分包工程 施工管理文件 应当由分包企业注册建造师 这时候改账 那么分包企业质量合格文件上 必须有担任总 必须担任总包项目负责人的 注册建造师 来签字 也就是分包干的工程的质量文件 比如分包的质量合格文件 这里写了 那这时候首先分包要盖章 对吧 分包要盖章 好 那么分包盖完以后 总包再来盖 对吧 总包项目经理再去盖章 这个呢 大家呢 把这个什么文件 需要我们建造师来签字盖章 简单做了解就可以 那么19年考了这句话 修改注册建造师 签章的工程师工管理文件 应当征得所在企业同意后 由注册建造师本人进行修改 必须是谁盖章的谁修改 但是注册建造师本人不能进行修改的 就是不改 或者因为各种条件 没法改 不具备改的条件 那么应当有企业指定 同等资格条件的注册建造师修改 就是让一个同等条件的人 也是建造师进行修改 并由其签字并加改 职业印章 本人改不了 找别人改 前提是同等条件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关于注册建造师的权利和义务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个题 是吧 很简单了 保管使用注册证书职业印章的权利 这是对的 那么只能有本人修改是错的 可以找条件相同的 其他建造师进行修改 注册建造师可以超出聘用单位的业务范围 去职业 显然是不行的 高校教师 就可以以注册建造名义师 名义职业了 那这个大家就不考建造师了 对不对 去当一个高校教师 然后就能职业了 就可以管理当项名理了 这肯定不行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 B 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我刚才讲到了提供虚假材料 对不对 那么刚才说的是 宣报资质的时候 提供虚假材料 那么这里说的是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 也就是申请出使注册 或者延续注册 或者变更注册 那么这个时候提供了虚假注册材料 你看有县级以上的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你看警告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 这是不是很轻 警告一下你 你赶紧改 你逾期未改正的才罚款 一万到三万以下的罚款 对于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 取得积蓄教育证书 你这个弄虚作假 你作弊了 找枪手了 积蓄教育 那这个积蓄教育肯定就就没有意义了 取消其积蓄教育记录 并记录不良信用记录对社会公布 好 第三和第四大家对比一起看 第三条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安全 第四条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质量 我们看他前面都是一样的 说注册职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的 第四条也是啊 对注册职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的 比如说建造师没有执行法律法规 那么在安全上我们来看 责令期停业三个月到一年 情节严重才吊销 五年不予注册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终身不予注册 第四条说到质量 过错直接造成质量事故的 那么责令停业一年 因过错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那么吊销证书 五年内不予注册 情节特别恶劣的 风声不予注册 所以我们看 都是没有执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是如果是安全事故和质量事故 是不太一样的 安全这里 三个月到一年 是吧 停业 停止职业 但是如果是质量事故 直接就是停业一年 没有三个月 这个大家对比着来看 这是我们说到的安全和质量事故 那么再往下 同样也是 对注册职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 五和六都一样 但是不一样在哪 转包 我把它画出来了 大家一样对比着来看 如果认定有转包行为的项目中 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 我们想转包是什么 转包是企业对企业 一个企业把工程转包给另外一个企业 对不对 所以他的 他的这个影响程度是比较大的 挂靠是什么 挂靠是个人对企业 所以他的影响程度就没有这个转包的 违法行为造成的这个影响要大 所以我们看 如果你转包了 那么 如果在转包项目中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的 那么吊销职业资格证书五年代不予注册 且不得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也就是说这个岗位你都不行了 那我叫他什么呢 你可以简单记上 我们叫他 调岗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他是一个单位的岗位 你就得调岗了 这是转包 如果是挂靠 不得再担任该项目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那就是换项目 还可以接着干 所以你 上面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你就不能再担任项目经理了 下面你只是换个项目 不能再担任该项目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那么有职业资格证书的 调销五年代不予注册 你看 调销证书都是五年代不予注册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销证书 终身不予注册 这是我们说到的 关于转包行为和挂靠行为 怎么来处理 大家在这点上 我觉得你下课 下课以后再把它看一看 这些内容相对的有点多 你对比着来看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我就把分成两个PPT来给大家做讲授 这样的话你能够有对比 还能好记一些 好 我们看17年的题目 说提供申报材料 然后是虚假申报了 虚假申报材料申请注册 可能担任的行政责任 那么最轻的就是改正 警告给予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正确答案就是C 关于个人挂靠行为处罚的说法 正确的是 你挂靠了 首先要换项目了 对吧 然后呢 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吊销 证书五年内不予职业 不能注册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当选A C是不能选 罚款没有 不得再担任项目负责人 这说的是转包 不得再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真题我没有改过 这就是真题 所以呢 大家要把握这个考题 老师出考题的一个命题的一种方法 你学习的时候 你应该重点从哪个角度去学习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A 好 再来看 注册尖导师因过错造成质量 重大的质量事故 然后特别说了 情节特别恶劣 那都已经情节特别恶劣了 就别再注册了 所以终身不许注册 正确答案应当选A 好 最后一道题 字数有点多 你们自己来做 下列 关于注册尖导师 未执行法律规定 及因过错造成事故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说法 正确的是 好 很多学员选完了 好 我们来看 首先选A的不多 不执行强政标准的 停止职业 三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 如果是安全的话 如果是质量的话 直接停业一年了 所以这个怎么说 都不能选 A是不对的 不执行强政标准 停业严重 吊销资质证书 吊销资质证书 是不是五年 对吧 不是三年 所以这个B也不能选 那么 C C选项 注册职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 是不是职业停业一年 没问题 重大质量事故 吊销执照五年不许注册 停业特别严重 终身不许注册 所以C是对的 D 认定有转包项目中担任施工单位降服的人的 吊销证书 五年不许注册 且不得再担任 转包 不得再担任什么呀 不得再担任没有项目啊 不得再担任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而不是该项目 所以这个D选项是不能选的 我刚才看有很多学员选了D 转包是要调岗的 不是换项目啊 那么这里呢 不得再担任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而不是该项目的施工单位负责人 一选项挂靠 不得再担任该项目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有资格证书的吊销 证书 那么五年内不予注册 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吊销证书后 终身不予注册 正确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应当选C和E 好 那么第二章 全部内容呢 就给大家都讲完了 我们再通过这个支点小节 再给大家巩固一下啊 那么初始注册的期限 实现啊 我们知道取证以后 证书颁发应该三年内去注册 否则就要继续教育了 那条件 那么特别大家注意 除了你的职业资格证以外 还有你的要受评一个单位 还要达到继续教育 然后还还得保持身体健康 对吧 具有完全行事能行为能力 所以是没有不予注册的情况 你都可以申请 那么不予注册的情形 这里说了很多 特别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职业活动和非职业活动的对比 职业活动造成犯罪的 那么是刑期加五年 啊 这都是不予注册的期限 非职业活动的 那么这时候是刑期或三年 那么以长的时间为准 如果吊销资格证书了 那么两年内是不能注册的 如果担任项目经理三年内你发生了重大安全和质量 那么从申请日前往前到三年 你发生了 发生了这个安全质量 重大安全质量事故的 那么是不能注册的 还有年龄超过65岁的 对吧 那么申请在两个单位注册的 这些都是不予注册的 注册建造师受评单位 大家不要把它想成只有施工企业 勘察设计施工间里都行 可以同时担任两个机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那么这里说了三点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人管多项目 同一个工程 乡丽分顿发报分级施工 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 以及非诚报报原因 停工超过一百二天 还得建设单位同意的 那么都可以同时担任两个 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情况 更换 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更换 这两个一定要对比 这是一个高评考点 那么更换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知道 甲方同意可以更换 是吧 解除承包合同可以更换 不可抗力 必须更换项目负责人的 这时候可以更换 权力和义务 接受基于教育 又是权力 又是义务 哪些文件需要建造师签章 那么质量合格文件 施工管理文件 如何修改 本人修改 或者找同条件 同资格的建造师去修改 建造师违法行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那么这里说了很多 刚才我们讲到了提供虚假材料 讲到了积蓄教育的时候 东西作假 那么积蓄教育取消了记录 还要记录不良行为档案 讲到了注册职业人员 如果说违法安全管理规定了 那么这时候要停止职业三个月到一年 如果是违法了 造成质量事故了 过错那么停业一年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讲到的 建造师违法行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大家把这部分内容 简单的了解一下 因为我说了违法行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我的讲义里面 设立的内容不多 但是大家有些内容 还是要知道的 要看一看 好了 那么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至此 咱们2019年的收官一讲 收官一讲就讲到这了 那么第二章以前的所有内容 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讲这一节的内容之前 我还考了考大家之前学的内容 希望大家把所讲的前两章内容 再回去再复习复习 从下周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新的篇章 来给大家讲第三章的内容 好 那么下次课 下周二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的给大家讲授 感谢大家的听课 好 本次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